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应该算是我Vlogmas的最后一天了 但是莫担心莫担心 我不会停根的 因为还会有个年终总结视频 是吧还欠着 还有iPad的视频也欠着 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日常的一些片段 也会再剪进Vlog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 不会停根了的 我感觉好多人拍Vlogmas的后期 都会做一个总结性的视频了 所以就是像今天 因为今天其实是没有什么素材的 我今天一天就是工作 然后唯一的素材就是换了一件这样的衣服 所以说今天呢 其实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日更的视频 因为我上一次日更是在2017年 对我当时的第一次日更 应该也是像圣诞节前夕吧 当时是也是在年末的时候 是想做一个21天连根的这么一个视频 然后我每天都会更新拍Vlog 当时还是用手机剪辑 当时还没有买相机 当时日更的目的呢 是想通过Vlog这件事情 来督促自己 过一下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吧 因为我当时是大学 大学又是大二的时候 你们大学大家都大学过 大二就是感觉 快期末了那段考试之后 基本上是昏天黑地 不是睡觉 就是看剧 要么就是去逛商场对吧 你一旦过这些日子 过了一段时间 你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很没有意义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想我要拍一个Vlog 然后来督促自己去做一些有趣的事情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契机 2017年呢就开始了我这个日更Vlog的计划 也是从这个计划开始 我开始慢慢的开始拍视频 然后考研考好了 也买了个相机 就是现在这个相机 然后再开始拍视频 也被大家慢慢慢慢认识 然后2019年 我就是现在嘛 我又开始拍Vlogmas了 但是现在我拍Vlogmas的目的 已经和2017年不一样了 我其实拍Vlog到现在满打满算 其实已经两年多了 我一开始拍Vlog 其实就是想记录一下我的生活 你的Vlog其实和你的真实生活是有出入的 但是你会想因为我要拍这个Vlog 所以我要自律的生活 每天去图书馆 我要去做实验 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 这是我2017年日更的原因 然后我2019年日更呢 自律方面其实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你就算不拍Vlog 你也会每天早起 然后你也会每天做实验 你也会每天看文献这样 但是我现在做这个日更呢 其实就是以一种新的心态去做这个日更了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过说 我拍Vlog 不知道该拍什么 因为很多人的Vlog会是什么留学Vlog 做菜的Vlog 可能你根本不会做菜 或者说你也没有特别好的旅游的素材 你不知道该拍些啥 很多情况下 你们会发现我之前前几个Vlog都是在晚上拍的 那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一直在做重复实验 就是同一个实验 每天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生活其实算是很无趣的 你这样衣服也不换 地点也不换 都是一直在实验室里面 但是这很有可能 这种情况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 两点一线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拍Vlog呢 这其实就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命题 这也是我今年想做日更的这么一个话题 就是我前几个月拍的Vlog 其实大家应该也是有感觉到 就是我也是这样 不知道到底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 就是感觉和以前的Vlog 就感觉 没那味了你知道吧 这也是我一直在改进的问题 我想找到一个新的适合我的模式 所以说我这次做一个这个日更 其实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在这种高密度的输出条件下 到底能不能产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视频 或者说剪辑节奏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视频 然后我做这一期日更呢 其实还是想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就是因为我感觉生活中有很多人和我一样 就是吃饭的地方 睡觉的地方 工作的地方 就是这么三个点 因为大家都不是有职业 其实应该是能理解 就是大家的生活都挺匮乏的 你自己觉得可能有意思的事情真的很少 因为你不会去说去为了拍一个视频 去找一个选题 然后去一个地方玩 去买什么东西 去做什么东西 去吃什么东西 这是正常人不会去做的事情 你的生活有哪些地方是值得记录的呢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只步于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拍Vlog 拍Vlog拍了一段时间 不知道该怎么拍 没办法连续产出 或者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 很大的原因就是觉得他自己的生活 没有什么好拍的 但是事实上你的生活 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记录 是值得记录 是值得被别人知道的 别人不仅仅是想了解 你生活的大块时间 比如说我这个时间是在工作 我这个时间是在做实验 我这个时间是在做PVT 其实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小细节 都是值得被记录的 就比如说像我尝试了一种新的水果 我去一个经常去的餐厅 去点了一个从来没点过的菜 或者是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环境 做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我其实觉得这也是Vlog的精髓所在 有很多制作很精良的Vlog 有无人机 有云台 有滑轨 后期的剪辑剪得很好 对吗 但是你不可能拍出这样的Vlog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 你也不是专业的 我们不可能拍出这样的Vlog 我喜欢看的Vlog 不仅仅是这些制作精美的短片 因为你如果想看制作精美的短片 你为什么不看当时旅游局的宣传短片呢 对吧 喜欢看的是这张手拿镜头 镜头甚至有一些摇晃的 记录很真实的生活画面 你想走进别人的生活 你想了解别人的生活 你想了解一个和你差不多的普通人的生活 我觉得这才是Vlog的意义 这也是我拍了两年Vlog的 我最大的心态的变化 就是不要因为为了拍Vlog 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而是你生活本来就很有意思 你通过Vlog来记录下来 就是这种大快时间的重复中 其实会有很多很美好的瞬间 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值得被记录的 我拍这个Vlogmas的初衷 也是想鼓励大家 跟我一样去拍一些 就是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可能剪出来的视频 就是那么两三分钟三四分钟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会觉得也还挺有意思的 不是吗 然后呢就让我们来庆祝 这个Vlogmas的圆满结束 对我来说是根真的不太容易的 所以请大家给我鼓掌 接下来的视频呢 也会剪得更加的流畅 也会更新更加快 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看我的Vlog 也不妨去尝试一下 拍自己的Vlog 对吗 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这样 拜拜 让我们